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个在背后更大的议题就是中美之间的博弈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就把这两个议题合起来和你们一起谈谈 和大家一起聊聊 这个今天的题目就叫做香港动乱和中美博弈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你请到了一个 使你很想念的一位学者 有很一段时间没有在节目中和我们见面了 那就是张灵珍 张老师来和我们谈这个事情 首先和张老师打一声招呼 好久不见 各位观众好 是的 也关于这个议题 张老师 香港动乱和中美博弈 你是会从哪一个角度来开始关心这个议题 或者你是从哪一个角度来切入来看这个议题 首先我必须要承认对于香港的局势的发展 在最初我是没有想到会演变成这个样子 虽然2014年这个在香港有雨伞花运动 占中运动 可是很快就沉寂了 所以这次反修例的这个事件爆发之后 当初我也觉得说大概闹一闹就会停息了 可是事实不然现在已经过去了 就是半年过去了 区议会的选举也已经举行完毕了 证明就是说建制派是失败了 修例也停止了 林郑也道歉了 怎么看这个局势都应该要平静下来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并不是这样 局势依然是非常的险峻 那这个就让我检讨 就说为什么香港会爆发这样的一个动乱 而且延续这么久 那显然的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而且也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 从这个香港动乱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的表面上呈现的原因 跟它实质深沉的这个原因是有一个落差在 表面上出现的只是一个冰山的一角 最初就是反修例 就觉得说大陆的这个法治水准不够 人权保障不够 所以即便在大陆犯了罪的香港人逃回香港 我也绝对不愿意你把他引渡到中国大陆去受审 虽然这个在大陆犯罪的人 在香港香港的司法体系对他没有管辖权 那也就只能让他逍遥法外 表面上好像是这样的一个理由 可是实际上头你去分析的话 是有多重理由的 当然也有人提到经济的理由 就是香港最近这些年来的发展 就跟所有其他世界各地一样 在经过这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造成了非常严重的M型化的这种经济结构的社会 就有钱的人非常有钱 穷的人非常穷 然后楼价不断地在上涨 这个有的地产商拥有的这个地产无数 可是呢 贫穷的香港人可能要窝居在一个 不是很舒服 也甚至于不是很人道的一个环境里头 所以呢 这个香港社会会爆发这么大的这种明月 这个经济上的理由当然也可以成立 甚至于呢 有人从发展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说香港有这么大的一个反政府的活动 而且持续这么久的原因呢 是因为在这个发展上头 香港人突然在这个前进的过程当中 发现说自己居然是落后了 落后于他们一向都瞧不起的中国大陆 不要说落后于上广 特别是深圳 是让他们觉得不能够容忍的 因为深圳在他们眼里 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 可是今天深圳的发展 是远远超过香港 而且前景无限 那这个让这个香港人觉得深受刺激 那在政治上头来讲的话 我想那才是这一次动乱 最深的深层的原因 这个政治的层面就是很多了 我想最核心最核心的政治层面的一个议题 就是认同问题 因为香港从这个回归以来 可以说它没有经过一个去殖民化的政治过程 那没有一个去殖民化的政治过程 我认为这是中国大陆 邓小平当年在中英谈判时候 所做的一个非常大的缺失 犯下了一个非常大的缺失 因为你可以主张一国两制 可以主张香港和大陆 这个两套不同的制度 可以各自运行 两制是没问题的 但是一国必须先要垫下基础 而垫下一国基础的 有两件事情 一个事情是教育 所以爱国教育 在香港回归的那一天就应该施行 而不是后来才来推什么教育改革 推这个爱国教育 所以这个是错失了时间 第二个要香港能够顺利回归 一国能够建立根基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法治的问题 我们通常都以香港的法治为傲 说经过一百五十多年英国人的统治 所以香港是有深厚的法治 这样的一个基础的 可是实际上头在香港回归的时候 我们知道大陆允许香港 沿用了殖民时代的这个普通法体系 这也就罢了 没有问题 资本主义的社会 英国统治的社会 它是实施的英国普通法 跟大陆的大陆法系是不一样的 但是法官执法的这个人 你必须要做严格的规范 执法的人当然不应该是外国人 现在香港的这个法治体系 基本上是由外国籍的法官 或者极少数极少数的 这个双重国籍的这个法官 在担任的 所以他们的考量不是一国 而是这个两制 那么甚至于在两制上头 对这个公然违法犯计 比如说在西方绝对不允许 在示威活动当中使用暴力的 打砸抢杀的这些行为 在西方是警察见了这种行为 发生的时候可以格杀无论的 可是在香港呢 所有犯下这种行为的人 警察好不容易把他逮住了 逮捕了 送到法院 法院第二天就把他开市了 所以这是香港 一个很 就是说他的治安难以恢复 这个一国没有基础 没有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从这个点呢 我们出发来看 就是说在一国两制施行之前 你没有考虑到 电好电下稳固的一国的基础 两制的实施 必然就是会爆发弊端 那么在从这一点 我们再谈到 延伸谈到就是认同的问题 那在一个殖民地回归 这个母国之后 你或者是宣布独立之后 他一定要经过一个 去殖民化的过程 这是绝对有必要的 你不去殖民化 我们可以说 用一个比较简短的句子 精确的描述出香港现在的处境 就是香港在回归22年之后 表面上英国的殖民政权 退出了香港这个地方 可是实质上 香港这个英国的这个前殖民国家 仍然在统治着香港 因为它的所有的这个制度 都是英国的制度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看到制权还是间接地掌握在英国人的影响之下 而中国的影响是进不去的 就好像我曾经跟你讲过一句话 我发觉在回归之后 中国拿回来的只是一个面子 李斯还是人家的 对完全没错 而且更重要的是 是英国人一百五十多年的统治结束之后 事实上它已经把香港人的脑洗得彻彻底底 所以香港人认同的是这个英国 英国的价值观 英国就是西方的这种进步的经济体系 金融体系等等 它对于中国是避世的 从这个亚片战争以后 中国被打败 中国人在香港人的眼里头 就是非常不堪的 要不就是很落后的 要不就是战乱时代 带着金银财宝 比如说抗日战争的时候 必居香港的 要不然就是中共建政之后 这个大批的国民党的 或者是资本主义者 就是资产阶级者 那么投奔往这个香港的 或者是难民涌向香港的 所以反正是你们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人 都在我的眼里是低人一等的 所以香港人是 以这个西方标榜的价值观 自由啊民主啊 这个法治啊 维傲 可是他们所做的 却并不是真正的法治 没有遵守法治 而且也不是真正的 他们在英国殖民时代有什么自由 反而是回归之后 大陆才给了你 你所谓的了龙式的自由 但是鸟龙式的自由 也给了你一个空间 总比英国人完全不给你是要好很多的 所以总之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香港人他不认同中国 在身份认同上头 他是西方的 所以在这次的动乱当中 你看到的是举米字旗的 举新条旗的 他们要攻打的对象 是具有中国符号的 比如说中联办 或者是中国各个银行 商家等等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个认同问题不解决 正如同台湾今天 也有认同问题一样 这认同问题不解决 香港也好 台湾也好 跟大陆的关系 是无从改善的 那么当然 这样就是可以被 外国人来加以利用 就是您说的 香港问题 是不是牵涉到中美的 博弈的问题 这个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在我们带到中美博弈 这个议题之前 我可以稍微提供一下 我个人对香港的看法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 张老师 我记得我在当学生的时候 我所接触的香港 不是是我 而且我周遭的朋友 台湾长大的一些同学 都有这种看法 就是香港人 好像没有什么民族观念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大概是60年代吧 大概是50年代 50年代底60年代 那个时候我的感觉 然后后来慢慢长大了 又碰到钓鱼台事件 我发觉香港有些人 还是蛮爱国的 他的钓鱼台事件的反应 好像比台湾 比其他的华人地区 都来得更强烈一点 然后现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就是如你张老师你讲的 就是这个事情 它的严重性远超出 我们当初的估计 一点都不错 其实香港人 香港人我觉得 跟台湾人是一样的 被殖民统治洗脑了之后 他是对中国完全没有认同 他是有一种高人一等的 这样的一种自我感觉 所以以前香港没有回归之前 有些机会你要经过香港 比如说有的人到欧洲去留学 他要在香港转机 那你就可以看到 香港人对你的嘴脸 他们就是买办高等华人 你们就是次等人 甚至于在没有回归之前 你到香港去 你普通话他们是根本 不知道懂不懂 他就算懂他也不会回你 那你不会广东话 最好的办法就是讲英文 那讲英文 他的距离给你马上就拉近了 而且很尊敬你 所以我觉得 就跟台湾人一样 你短几句这个日文 台湾人觉得说 你这个有学问 所以这是被殖民的悲哀 相反的我们海外的华人 当然除了少数 他是以融入当地作为目的 他是就像这个日本 有些自卫队员 我最近看到的消息 他是因为想要取得日本国籍 太难了 而日本征兵也有困难 因为人口出生率降低 所以他们就开始招募 就是说外国籍的人士 来充当自卫军 而其中有十分之一 以上的自卫队 他的军援是中国人 是华人 那在我们来看 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中日之间的 学海深仇 是庆祝难输 那怎么会有人愿意 就是说我希望在日本 留下来生活 而干预去当日本的自卫队 而不想到说有一天这个自卫队可能会跟中国发生冲突 除了这些少数 我想在美国也有一些少数 他们融入了美国社会 对这个中国是没有情感的 除了这些之外 我觉得绝大多数的海外华人 跟台湾香港的这些华人比较不太一样 是他们是关心这个中国的发展的 关心他们母国的未来的 甚至于你像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侨 菲律宾的华侨 印尼的华侨 他们对中国情势的发展 其实都是很有感的 很关心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受殖民统治的影响 确实是一个很可怕的 没有经过去殖民化的过程 其实台湾经过去殖民化的过程 在这个老蒋带领他的部队到台湾之后 是把台湾的国民教育整个翻过来的 但是他做的虽然不错 可是不敌李登辉以后 30年的去中国化的这个对冲 这个政策的对冲 对现在台湾的年轻人 大概就是完全忘掉自己是中国人 而以为他是石头泵泵出来的 这个台湾人 或者是多种血统混合出来的 一个新兴民主 或者是他们觉得 他们的母国是日本 而不是中国 其实您谈到这个 也关于受统治 受启示 或者被奴役的这个 这个老百姓的这种心理 在美国也有一种非常类似的现象 我可以提出来和张老师 交换一下意见 美国的黑人长期被奴隶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在美国的黑人里面 也有这种类似您所提到的 就是这种高级低级的这种 这种分别 什么叫做高级黑人 这是黑人内部 黑人里面 什么叫做高级内人 就是在这个农庄里面 在白人的家里面做家务的 这个叫高级黑人 在农场里面做苦力 那叫低级黑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 我觉得和这个今天谈的香港和台湾的情况 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这些高级黑人觉得我和我的组织比较接近 我和我的组织比较接近 而且在心理上 我想是不是人类本能都有一种 喜欢凸显自己的重要性的一种能力 我不知道 我想可能会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我和我的组织比较接近 因此我就转而轻视自己的同胞们 在田里做事的同胞们 这和香港和台湾 这种被殖民的这种情况 是不是很相似张老师 我觉得是 因为在台湾有所谓的黄民 在香港有所谓港英政府时代的 这些高级华人 这批人可能就是您刚刚所说的 因为在台湾 这个日本人对这些黄民化的台籍人士的启用 让他们觉得是比其他的 没有黄民化的台湾人要高一点 那像在港英政府里头工作的人 比如说陈发安生这些人 他们就觉得 你看在港英政府时代 我是那么样的有权有势 那我跟你们一般的香港人 是有差异的 另外还有一种解释的可能性 就是我们听过所谓 斯德格尔某政后群 那斯德格尔某政后群的意思 就是说一个被绑架的人 被这个抢匪绑架 控制 就是说关起来的人 那因为他们在赎金没有复毁之前 他要跟这个绑匪长期相处 所以这个绑匪可能就说 我要照顾你一日三餐 他们就会感激涕零 然后呢他们就会对抢匪产生认同 他们就觉得说 我跟这个抢匪 跟这个绑架我的人的关系 其实是挺好的 所以他们这种也是一种吧 就是说日本人这个殖民了你 英国人殖民了你 但是呢 因为他赏给你位置坐了 那所以你呢 对他感恩戴德 你是认同他了 你反而不会认同你的 元 就是说母国 就是说你认同了这个绑架的人 而不认同你的亲生父母 就是这个情形是有发生过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出来 有关于这个 刚刚您提到的 关于司法和教育方面的问题 香港的这个问题 您觉得如果要扭转这种情势的话 会有多大的困难 特别我想在教育方面来讲 我也跟您在闲天中提过这个事 有一些美国的朋友问我在香港 那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他问我到底什么回事 我就跟他举一个例子 我说如果当年 美国从英国独立之后 美国的教育体系 还是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对英国效忍 你会如何感想 对不对 结果他们马上就懂了 结果美国马上就懂了 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这个事情 是很容易做吗 张老师还是做起来 有相当程度的困难性 我觉得目前你要说 香港或者台湾 能够反转过来 来推这个爱国教育 我觉得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 因为你当初就没有拨乱反正 现在在这种教育体制之下 长大的青年人 他就是有这种想法 因为像香港回归已经22年 那像这个台湾呢 实行去中国化的教育 已经30年 那22年也好 30年也好 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可以说在现在 30岁到40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都是在这种反中的这种教育体系之下成长的 虽然当年的中国也许是比较落后的 可是今天的中国是已经崛起了 但是他们觉得那跟他们无关 他们的认同的对象 还是西方 还是英国 还是日本 或者美国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觉得除非有大的一个变动 也就是说你要循序渐进 要现在香港提一个法案 说我们要改革我们的这个教育制度 我们要纳入这个就是说中国的历史啊 地理啊等等这样的公民教育啊 这样的一些课程大概是不可能的 在台湾呢大概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除非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现在来说大概要和平的来推动这样的一种教育改革 我觉得是非常困难 这个问题就大了 所以在香港方面或者北京方面 如果要对于司法制度 对于教育制度 做一些改变或者改革的话呢 最大的阻力可能就是来自美国 我觉得是内部吧 内部的阻力很大 美国只要推波助澜就好 对美国 所以说这个议题 就让我们谈到这个中美博裕这方面的事情 谈到中美博裕 因为从香港这个动乱至今 就像张罗斯提到了 这个事情好像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平息 即使在这个投票之后 然后又加上了有关于新疆方面的事情 有关于叫做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的事情 再加上了台湾在这方面可能有一些力量 我也听说了有大概200多个香港学生已经到台湾来了 另外还听说一些飞 就是没有经过正常管道的一些传言 所以已经有更大量的香港学生 经过美国的运作已经到台湾来了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一定能够做出任何的这个决定 或者任何的意见 但是我想就中美博裕上面的事情 从一个比较大的框架来看 张老师您的关注点是什么 其实我的关注点那就不只是香港台湾的这个问题而已了 中美博弈是以贸易逆差为名 发动贸易战 可是事实上贸易战只是个幌子 所以我们今天关心说 这个12月15号到了的时候 是不是要对新的这个项目加征关税 还是说这个加征关税的这个数额日期会往后延 这些我觉得都是之为末节 事实上他谈成了也好 谈不成也好 加关税也好 不加关税也好 中美之间的矛盾 现在就是已经向水银泄地而无孔不入了 也就是说对美国来说 他现在全国上下 这个不分政府民间 不分党派 不分这个精英或者是庶民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恐惧 就是觉得中国的崛起 将取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而代之 那对美国构成了非常大的 它的霸权非常大的威胁 所以必须在中国完全崛起之前 要把它遏制住 所以所有可以用的手段 它都会使出来 贸易只是其中之一 那其他的呢 譬如说中国的工业制造的计划 2025年工业制造 这个计划必须要被打住 然后中国的这个创新能力 也必须要给它遏制住 它的市场份额 也必须要给它圈制住 所以当然其他可以利用的 譬如说南海啊 香港啊 台湾啊 都是牵制中国的筹码 那跟库尔大支呢 像这个印太区域啊 那也是要围堵中国的一个策略啊 所以整个战略 美国就认为 中国就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那从2017年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新的国防战略报告 出台之后呢 这个方向就已经定了的 所以你要从中美国益来看的话 那台湾也好 香港也好 都只是一个小棋子 那他当然希望在香港 因为台湾没有用啊 对大陆没有什么影响力 在香港来说的话呢 因为他距离大陆太近了 而且这个 香港由美国所通过的 1992年的这个香港 美国香港关系法 赋予了香港一个独立关税体的 这样的一个地位 所以呢 现在在WTO里头呢 香港是一个独立的这个实体 那么香港虽然今天的地位 已经在逐渐的没落 已经甚至于落在深圳和上海之后 不管是这个创新的方面 或者是在这个 这个金融方面 数码港啊 金融港啊 他都落在深圳和那个 上海之后 可是呢 他对大陆还是有意义的 因为今天大陆 大陆经济常常会被美国制裁嘛 我不买你这个 我不准你输出那个 我不卖给你这个 我不卖给你那个 有很多 可是香港是个自由港 所以呢 中国大陆 他每年对香港的进出口 各都有五千多亿 这个五千多 就是说加起来 就是一千亿以上 这个一兆以上 我说错了 就是一万亿了 那么在这个一万亿里头 真正香港进出 而是香港自己要用的 大概是四千多亿 其他的有五千多亿 都是大陆的出口和大陆 大陆通过香港的出口 或者通过香港的进口 这是香港整个自由港 对大陆的一个 经济价值之所在 所以为什么美国要通过这个 这个香港这个民主人权法案 甚至于威胁说 我可能取消掉香港 1992年这个 我赋予给他的自由港 这样的一个地位的 这样的法律 那都是用来恫恶中国大陆 那么再来他的 在香港对美国来说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香港是美国 收集中国大陆周遭情报 特别是中国内部情报的 一个间谍都市 你从他的这个领事馆的编制 在上千人以上 还有很多的CIA的干员 在这里活动 甚至于在这一次的 香港的这个暴动的 这些事件里头 街头巷尾 跟这些黑人混在一起的 都可以看到 香港的领事馆的人员 甚至于CIA的人员 都公然的现身接头 教导他们怎么样去捣乱 从这些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香港对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再说呢 香港有美国很多的附属机构 还有什么民主自由基金会 还有什么自由之家 等等亚洲协会 等等非常之多 这些人在香港所做的事情 就是颜色革命 革命输出 同时是以香港为这个基础点 向大陆去渗透 因为香港跟大陆 真是一一带水之隔了 所以要渗透真的是 是很容易的 所以美国用香港 就是说我可以有这么多的好处 经济上我可以遏制住这个中国大陆 那这个情报上 我可以得到很多中国大陆的情报 然后颜色革命上头 我可以由香港为基地 向大陆去渗透 所以他打香港牌 我们看美国是打得 是非常的极致的 虽然美国政府说 我不希望见到香港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种动乱 持续的发生 也呼吁大陆要克制等等 其实他所作所为 跟他所说的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香港这张牌 对东美博弈来讲的话 是美国一张很重要的牌 因为他想要借香港作为支点 来敲动中国大陆 那当然这个支点是不够的 可是还是可以给中国大陆 造成非常大的 可以说是麻烦 你比如说香港情势发展到今天 中国大陆的民意就起来了 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忍耐 而不对香港采取行动 我们提供给香港的人民 是许多多的好处 我们这个发电厂 绝大多数的电大雅湾的发电厂 是输送给香港的 我们输送给香港水资源 我们提供给他们所需要的 生鲜蔬菜或者鱼货等等 都是我们提供的 而香港不用上缴一毛钱的水 他所赚的东西都花在他自己身上 不像上海 上海是赚了不少钱 可是他每年上缴的这个税收是几千万人民币 所以这个我们干嘛要对香港这么好 养一个这样的香港来反制我们自己的 就是说到过头来打我们这个中国大陆一把 那我们何必 我们为什么对他不采取强硬的手段 那这种民意的压力 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他是不能够忽略的 他必须要向这些民意有所交代 可是显然的中国大陆目前是不想 也似乎是不能对香港骤然出手去重击 因为那会引起很多负面效应在 而且上后是很困难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觉得香港议题带给大陆政府方面来讲 是蛮大的压力 我觉得就香港议题来讲 北京政府现在要做的 当然我是一个以老百姓之心来度 这个北京政府之副 我只能这么说 如果我是北京政府的话 我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个期待 这个期待就是美国政府和香港的动乱者之间的 这个期待把它切断 我想他们在反映这个 叫做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这个方面 已经开始着手做这个事情了 但是我就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不是彻底 我不知道张老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北京对香港问题 它有两种策略在 那一种当然是您刚刚讲了 因为美国出台了对香港的这个民主人权法 那个是大啦啦的干预了这个中国的内政 所以它的反制一个就是说 我不让你香港的军舰停靠 不是美国的军舰停靠香港来补给 那这是一个姿态 那当然美国说我可以到别的地方去 甚至于放话说你到台湾去 那你来台湾试试看 大陆还会有其他的反制 那第二个大陆的反制 就是要切断这个记载的关系 就是您刚刚讲到的 它其实是已经把美国在香港 以及在大陆的所有的一些进行 以非政府组织之民来进行颠覆之时 进行颜色革命之时的这些组织 现在都禁掉了 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钳制的手法 这个是一个政策 另外一个政策 我觉得北京现在对香港来讲 它就是一种听任你烂 如果说是你们香港人不悔改的话 照样这样打杂抢杀 然后你们香港人还包容它 他们推出来的候选人还可以在区域会里头 获得多数的议席 压倒性的议席的话 那么就是你们整个香港人 就是死不悔改了 根本不知道你们香港人 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才是正确的 那么好吧 那我就让你们自己去乱 你们自己消耗自己 等到你们消耗到有一天 觉得说我这是自残嘛 你打杂烧墙 你害到的是谁 你害到的都是香港本身的企业嘛 害到的是香港本身的人嘛 如果香港人有一天悔悟了说 我们希望能够回到以往上轨道的那种 有法治的不受安全威胁的 这样的一个日子的话 你们自然就会在一些政策上头 有所反省 可能会想通 所以我觉得北京现在的政策 就是让香港自己赖 但是我呢是关攻不发 我现在在这个 因为香港跟这个大陆就是那么近 所以在很宁静的地方 我不仅是有解放军 而且我有武警 真的是闹得不可开交 解放军大概是不会动 因为动了影响很大 但是武警可能是可以来支援香港的 有必要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北京对香港现在采取的一个措施 就是说 责沉这个香港这个特区政府方面 你自己去想办法遏制住这样的一个不良的发展 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可想 那你跟中央要求 中央可以侦派武警去帮你维持这个治安 但是其他的事情你们得自个儿去解决 所以我觉得北京就是说 我至少在处理香港问题上头 我不要受人以柄 我不要说这个毛毛躁躁的出台一些政策 然后因为美国事实上美国也好 西方也好 特别是美国 就巴不得这个解放军赶快这个出现在香港街头 也巴不得警察赶快把这个普通港人打死掉 那这样他们才有文章可以做 才有戏可以唱 北京呢 他就是不给你这个机会 有关于这个事情 让我想到另外一篇文章 这是在整个这个事情过程之中 我注意到 而且让我觉得非常重视一篇 不是很长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新加坡的李显龙先生 他的夫人发的 我想你一定看到的这篇文章 这篇夫人的名字叫做何金 基本上这是他在Facebook上发出来的文章 基本上他最重要的一句话 他说的是 我觉得这句话台湾也应该要听一听 他说香港应该做的是要重新思考 自己在中国在世界上能够扮演一些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只要是略有这个事件的人 都可以 都可以 都比台湾人或香港人强 他们都因为都知道这个国际局势的演变 今天我们可以说大概当前 是国际关系上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这个透露出来的风向 从这个清贫之末可以看出来的风向是什么呢 就是虽然今天美国还是世界第一的超强 他的实力是没有国家可以跟他并肩的 但是呢这样一个巨大的这个美国 他的超强的地位正因为各种的因素 而在不断的已经开始示威 再往下坡走 那这个另外一个趋势就是现在虽然难以跟美国完全抗衡的这个大国 中国 中国的实力可能会越来越拉近 这个军事上头是一面倒的导向这个美国的 可是今天来说的话 他已经不敢公然的说政治靠美国经济靠中国 因为你政治如果靠美国 那中国为什么要让你经济上来靠呢 而且中国现在已经下了很多棋 就是要把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地位啊 把六甲海峡这个港口的这个地位削弱 所以新加坡已经非常清楚地领悟到 就是说在中美之间我是不能选边站的 所以不仅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甚至于在南海问题上头 被美国唆使的去这个海牙的这个仲裁法院 来告这个中国 而赢得这个海牙仲裁胜利的菲律宾 他都把这个仲裁书丢了一边 现在通通都是我不选边站 或者是像菲律宾是还比较靠中国近一点 那台湾如果见不及此 比这些东南亚国家的看法 或者香港比这些东南亚国家的看法 都不清楚 都不晓得自己身处何方 事实上香港跟台湾是中美对抗的前沿 你最好是能够 假设今天你不甘心 就是说接纳 就是说回奔 投归到这个中国大陆去 那你至少应该保持一个中立的地位 而不应该今天拿着米子旗 拿着这个新条旗 在这个香港 或者在台湾 他们的挥舞 说我们是这个 就是他们是我们的最忠实的支持者 我觉得香港跟台湾应该要醒悟过来 所以何金这个董事长的话 我觉得我才会说稍有事件的人 看法应该都是如此 因为不仅何金说过这个话 李显龙也说过这个话 而且新加坡驻联合国的前大使 也一再的说这个话 但是我看言者尊尊听者渺渺 香港人跟台湾人到目前为止 至少是众人皆醒他独岁 对我在听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想到一张照片 就是这些香港的这些暴乱 我叫他暴乱分子 因为他们已经不是学生了 举着这个美国旗和米兹旗在香港 我觉得那张照片可能是2019年 全世界华人最令人心痛的一张照片 是 应该是 对 感谢观看